欢迎您再次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在上一集我们看到了西雅图雷藏寺所主办的秋季弥陀大法会 盛况空前嘉宾云集 尤其是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 西雅图能涌入如此多的信众来参加连生活佛的法会 令许多当地人都非常的惊喜赞叹 而我们上回也看到了连生活佛在当天特别传授出家界的时候 兴奉了两位上师 其中连福上师还是因为参禅开悟 连生活佛特别赐予真佛宗的祖义 令众等法喜充满 当天的秋季弥陀法会是由连宁上师所主谈 在之后针对连生活佛即将传授的孔雀冥王法 连宁上师也有一番传法前的提醒 令我们更能重法禁师 而孔雀冥王法甚至是可以改变定业的 到底是如何殊胜呢 现在我们就先来听当天连宁上师的开始 讲到孔雀冥王 在汉传 就是在这个中国人的佛教 是有比较少的仆传 在东密是四大法之一 那今天有我们根本传承上师连生活佛 传授用汉语来传授 这个伯母大孔雀冥王法 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们应该掌声感谢师尊 在传法中 你们大家都来了 我知道要听个法不容易 要花钱 要花时间 要花因缘 要看缘分 很不容易 在密教里面呢 说当弟子来求法的时候 听闻佛法的时候 是有一些规矩 那我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些规矩 一般的弟子来求法的时候 记住 千万不能以高傲的心来求法 那是不太好的 别以为你来之前 懂得很多孔雀冥王法 不要这样子想 只要有这样的心产生出来 快快忏悔 求法呢 是要发菩提心 分为发心跟你的行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呢 你要发心 你要想 你今世修行 了解佛法 要报答 佛恩 侍从恩 父母恩 如何报答 好好的修持 好好的得到你的法 精进修持 得到正法 再把正法 跟正确的理念 度众生 而不是以法比法 而以法比高 下 或者是以法 去比相应之相 那都是很危险的一种现象 在密教里面 更严格的 要求 受贯顶的弟子 要发不止菩提心 要发这个清净的心 无上清净的 广大的清净的心 密言的心 你要观想 你要观想 传法的地方 这里 为佛徒 叫做住处圆满 你要观想 等一下根本 传承上是在说法的时候 佛得圆满 你要观想 你旁边的人 是建属 有些 你看到不爽的人 坐在你旁边 暂时 冷一冷 你要把他们 观想成你的眷属 那叫做眷属圆满 你更要观想 这个法是大称的法 是进入 秘密的法 是法的圆满 你要观想 这个时刻 永远 存在你的心 不能一时的 感激 回到去忘记了 就丢在那一边 这几点大家要知道 讲到孔雀冥王法 也很感恩孔雀冥王 我们做弟子要感恩 师尊做了呢 上个星期 做了那个火供 供养孔雀冥王 孔雀冥王 知道师尊 前几个星期 度众生的辛劳 损失了几个 五十多个星光生 那孔雀冥王 慈悲的 说我会帮师尊 一聘把五十个星光生 一起修好 所以呢 我们也要感恩 孔雀冥王法 很奇怪 它既然是 科学家说的 不是我说的 它既然是全世界 最大的飞行鸟类 我开始以为是大调 老鹰啊 结果不是 当孔雀 粘开它的字旁 跟它开屏的时候 它是最大的飞行鸟类 会飞行的鸟类 不算鸵鸟 鸵鸟好像不会飞 那孔雀冥王呢 它是刺很多毒物的 在经典里面讲 刺一些毒物 也因为这个因缘 以前有个佛弟子 比丘 他被蛇咬了 中毒 安安尊者很担心 帮他问了 所以佛陀教他念这个咒 念了就好 不止 当时佛陀就开示了 说这个咒啊 不只是我在念 这个孔雀 就是佛陀的身体 变化出来的 这个咒啊 包括弃佛演念 梵天演念 很多天界的菩萨演念 还有很多罗萨众 天龙霸部 尤其是龙王部 108个龙王 全部护持这个咒语 还有很多罗萨 鬼众 天母众 第四天 二十八天 九要星 全部的护持 他的咒语很广很广 咒语也很多很多很多 我们没办法学得完 方便一点 等师生传的那个心咒 我们念那个心咒就好 又简单又短 又可以自戒 那 这个红雀的 冥王法 修益处呢 听师生说呢 有很多 可以防地震 可以起雨 可以除病耳 也可以呢 在这个佛术 《孔雀明王经》 我在读的时候 读到有一段 那这个当然是要师尊 讲我们才能肯定 里面卷下的有一段呢 他说能除去你 术士的 这个业障跟定业 所以很奇怪 到底定业可不可以消除呢 他那边经典有讲到 除去你一缺一缺的业障 这个是有待师尊传法的时候 等下时候祈求师尊奖 以后 人生 其理论